传统和习惯的话 也许是更为自由的 就是传统习惯所构成的社会秩序 这个社会秩序不仅是市场秩序 包括传统和习惯所构成的社会秩序 那么它就是 其实是一个 第一点它说 那么这个传统和习惯所形成的秩序 是给我们一个预期 就是我们知道 根据传统和习惯 我如此这般做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我不小心踩着别人的脚 我就说声对不起 这是传统和习惯 一般来讲对方会说没关系 这是我们能预期的 所以这是一个 可以预期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不孝正和强制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遵循这个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自由 那么当更自由我们要讲 也就是更有效率 那么也更正义 等等等等 就是自由这个词可以再说 那么在这里呢 实际上是海克做了一个扩展 就是说 我们把市场扩展到了 这个更一般的习惯 这个习惯和传统中 那么实际上呢 应该这么讲 就是市场只是一个特例 就是市场只是一种习惯 大家知道市场其实也是习惯 其实我们为什么如此这般 就是这没人交往 也不像现代的市场社会 它可能还有一些什么 文字规定的一些规则 其实在古代一开始的市场根本就没有 那根据什么 就是根据习惯 我就是知道以前大家这么做 而且我照着这么做 也会得到以前大家这么做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市场就是一种习惯 那么只不过呢 在市场中呢 是一种交换产品或服务 这大家都知道 我拿钱去买产品 或拿钱去买一个服务 是吧 这都可以 但是在广义的习惯中是什么呢 叫做交换行为 是吧 就是说我的一个行为 那么会获得一个回报 这个回报是你的一个行为 是吧 比如说 谢谢不客气 是吧 这个等等等等 那么 你去送礼 人家要还礼 等等等等 是吧 就是说这个都是行为 当然这些行为呢 也是交换的 这个交换就是说 我做了这个行为 那么 比如说表示对你的一种尊敬 那么你做一个行为 也表示对我一个尊敬 是吧 就是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交换 这种交换其实双方也都得到满足 是吧 就是 而实际上这个 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尊敬 其实在人类社会中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有时往往是 不尊敬 带来的那种 那种冲突和伤害 是特别严重的 就是我曾经有例子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 比如刚才 他不想踩别人脚下 但是他并不说对不起 那么 最极端的例子 这两人打一踩 最后已经把人给杀了 这种例子都有 就是说 就是这很有意思 就是 所以就是 尤其看中国传统 就是 他那个就是 表示尊敬的那种习惯特别多 特别多 就是为什么 因为 其实 这是有很有道理的 就是这种 这种所谓行为的交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 或者大家 那个 有没有感受啊 就是 比如说我晚上开车 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 对面开那个大灯 就黄你的眼睛 那么我就做这个实验 也特别有意识的 就是 我就开着大灯 然后呢 我只要 对面有一辆车出现 就把大灯关了 那么 当然 这个 随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推移啊 就是 我就发现就是 对方对你做出反应的那个比率 就是不断在提高 有时候非常高 就是 你只要你 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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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做 而这是一个习惯 就是你见到对方要关大灯这件事情 就是远光灯这件事情 那么对方 如果时间足够长 中国成为汽车社会的时间足够长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 大家知道 我经常在国外下车 国外就像美国 像这些国外 英国 欧洲 那绝对 司机行为都是非常好 这肯定比在中国好多了 那为什么 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 是他们这个社会 成为汽车社会的时间比中国长多了 所以那非常规矩 你到美国开车 那非常规矩的 你不要去 当然不是说没有个别的不好的人 但是肯定比在中国比率低多了 那么中国 它为什么 这又涉及到一个所谓的习惯形成过程 就是它得多次重复的博弈 不是一次 一次两次不行 所以为什么像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成为汽车社会的时间长 它的司机行为就更端正一些 更规矩一些 而中国有问题 但是中国不同的城市也不同 我当不同时也有不同的感受 北京相对还是好点的 北京真是跟很多城市比相对还是好点的 等等等等 我说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习惯是一种行为的交换 刚才讲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又可以推导一件事情 因为海克论证半天 他论证是市场有效 就是市场比起环境有效 但现在事实证明 就绝对是这样 那么他就可以 既然市场是一种习惯 那么市场有效 那么广义而言 在推广而言 习惯是有效的 就是习惯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形式 是有效的 就是这点特别重要 那么这就在往前推进 就是讲两个例子 其中一个叫普通法 这个普通法 大家可能也很陌生 也可能很熟悉 如果你喜欢看英美的法政片一类的 就是那个司法片 法律片 那种什么电影啊 或者电视剧 你就会有更多了解 就是他把那个程序基本显现出来了 那个是普通法的一个运作过程 有陪审团 有宿便双方 律师和或者检察官 之间在那抗辩 然后最后陪审团裁决 是吧 他那样一个 那么当然了 我们只是看在表面了 就是你看这个电视剧 还是看那些表面了 那么其实呢 这个普通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自发秩序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讨论法律体系的时候 那么我们以这个普通法为例 那么当然这也是哈耶克赞赏的 潘进呢 帮助我倒杯水 这个不符合习惯啊 对 对 那个哈耶克他多次提到这个普通法的思维模式 就是他说我的思维模式跟普通法是很类似的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实际上 哈耶克这套思维方法 那么他这个 一方面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努力和发展 一方面是他受了英国经验主义的 苏格兰启蒙主义的那个影响 而英国经验主义和苏格兰启蒙主义 它只跟在英国社会中 而英国社会是个普通法社会 所以这个普通法的思想 反过来讲也是在影响着哈耶克 所以他也经常讲 而这种英国的这种所谓思维模式 和普通法思维模式呢 那么又是一种什么样呢 哈耶克讲叫做经验的且非系统的 是吧 这个就是说其实 它是和刚才讲那个自发制器很类似 就是分散的大众的互动或交易 那么形成了一些结果 然后最后不断地重复 最后收敛形成某种 那么所以它表现的是特别经验的 而这个经验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从大众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 非系统是什么意思 非系统就是说 它更侧重于经验和判例 而不是从某些责人的一些责力演绎而来 它完全是大众的互动来 它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 当然严格来讲 责人脑子里想的也是依据 很多程度是依据经验的 其实它是这样一个逻辑了 这个所以呢 当然这句话呢 又可以是一种 似乎又是一种批评 又是一种 这个 这个 称赞和肯定 因为这个 这个大家要注意 就是 有时候大家认为 一篇很有哲地文章 逻辑清晰 这个 这个推理严谨 表达优美 但它很有可能是错的 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就是说 但是呢 人类经常会 这个 因为这样的文章 而相信这样的文章 你知道大家就是 但是呢 往往 这个 表达优美 不见得和 这篇文章的内容正确是 是是是是 是同比的变化的 它不是的 是吧 它有可能正好恰恰是相反的 那么当然包括很多艺术作品 那就更夸张了 艺术作品 其实完全竖逐于你的那种激情 是吧 有时候那个 让你感动的艺术作品 绝对是特别的拗误 是吧 就不用说了 那么文章一样 那么 所以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 就是它讲经验的且非系统的 这叫做英国式的 自由主义的一种特点 或者说 普通话 思维模式的一种特点 而对应的就是那种 唯利主义的 演绎的 表达的特别清楚 清晰的 逻辑严禁的 等等等等 是吧 这是相反的一个东西 是吧 但那个东西是哈耶克批判的 大家要知道 所谓狄卡尔主义 狄卡尔主义 就是非常唯利主义一种形式表达 是吧 这是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往往 看起来很漂亮的理论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在引预哈耶克说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 所利用的资源 主要是那种植根于普通法 法律学中的思想传统 这是哈耶克的话 就是说 他在说 实际上我们的这种思想传统 就是普通法的传统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就要把普通法做一个例子 来看 就是说 这个普通法是什么东西 普通法是什么东西 普通法呢 其实 就是把民间的习惯法 引用到王室法庭的法律 普通法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所谓习惯法呢 就是 就是最初成长于英国这个 这个古老的这个社会中的 非常古老 就是按照普通话这些专家来讲 那么 至少都古老 古老倒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 因为英国的历史记载是非常晚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不像中国 中国是吧 这个很早就有历史记载 那非常非常早 待会会讲到中国 那么 而实际上也是很正常 就是大家要知道 习惯的形成和 甚至早于文字的形成 你知道吗 就是人类社会 你要说一百万年或者是 五十万年或者十万年都可以 但是真正有文字只是几千年 大家知道他之前就没文字啊 但没文字人类就不活了嘛 就是他肯定他也是根据某些习惯 是吧 所以他这个 这些也很正常 就是非常非常古老 就至少 到了十一世纪 威廉大公 就公务营果 大家知道 威廉大公 征服者威廉 公务营果 这 这后面的历史是相对比较清楚的 是吧 这样一个历史 那么在这之前 就有 在之前就有 那么 但是他公务营果了 然后他就是要巩固他的政权嘛 然后这个时候 实际上英国 虽然是说公务营果了 然后他又重新做了分封 是吧 然后这个有领主啊 有封臣啊 等等等等 那个土地 都是分封的 但是呢 很大情况下还要保持原重 这个 所以实际上 在这个 这个公务营果以后 虽然历史是那么写的 他重新做分封 就是你们所有土地的来源 都是我 威廉 威廉一世 我给你们 但是他可能给的含义 就是包括了 对原来的这个承认 是吧 但也有他的新的这个分封 是吧 等等都有 那么 当然这个时候呢 他仍然需要有一个 对他的这个统治的一种巩固 那么当然 那么这个任务是他的继任者 那么继任者就是这个亨利 亨利二世 亨利二世就是第二个 威廉大公有第二个英国国王 然后他就当时做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要争夺司法权 大家知道你的统治权 应该包括司法权 那怎么他没有司法权 是没有 但是之前其实英国的司法体系 就是以领主为单位的体系 就是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国王的法律 所以亨利二世就说 那我怎么去建立我的司法权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是 有一个人叫格兰威尔 是来帮助他 就是他的司法大臣 就是他的这个 或者说首席法官等等 那么来建立这个王室法庭 就是 那么虽然有这个领主法庭 但是他有王室法庭 而王室法庭最开始 他的方式是寻回的 就是因为人家有领主法庭 你怎么办呢 是吧 你就搞一些寻回法庭 就是你寻回 就是各地有什么问题 是吧 甚至是领主法庭 判的有什么冤的地方 那么还要他没有覆盖到的地方 那么去寻回 那么寻回法庭呢 一开始也是这个 就是英国国王他自己来 直接来裁决 比如有人去打官司 去告状 说哎呀 谁占了我的土地 那王室 那既然别人占你土地 那你就归还他 是吧 就直接有那个令状 就直接 英国国王直接判 说那你应该还给他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法律很普达 有人可能是恶人先告状 那谁先告状谁就赚了 是吧 所以实际上这个 对他并不有利 那么他要跟领主法庭去竞争 他竞争什么 他要竞争公正 就是说 你只有比领主法庭更公正 你才能站稳脚跟才能立足 人家才能到你这儿打官司 是吧 所以实际上后来他就改变策略了 他就觉得就不应该直接采断 因为你不清楚 那么所以呢 后来的这个国王令状 实际上就是 只是规定程序 这是后来普通话很有意思的 就是 那你应该 比如在地级 应该到哪儿 或者怎么怎么样 要依据什么样的程序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样的一件 这个诉讼案子 应该归谁管辖 是吧 他就 他基本上做这两件事情 就是那该归谁管辖 那么该归王室法庭管辖 该归领主法庭管辖 或者该归教会管辖 等等等等 是吧 他就做 那么 这就比较聪明 他就不直接 他从第一线就退出来了 那么实际上现在主要是 就是他派那些法官出去去参加 但是这些法官呢 也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实话 这些法官 因为当时那个背景 因为实际上是十二世纪嘛 十二世纪是一个 法律上青黄不接的世纪 因为 这个 罗马统治早就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罗马法呢 其实 刚刚 就是 大概七八世纪的时候 是 这个 优势丁尼大帝 有个优势丁尼法典 就是他把那个过去的罗马法 就把它收起来 搞了一个法典 但是那个是在拜占庭帝国 他没在这边 他不知道 所以 这边是什么 这边都是蛮族统治的 西欧都是蛮族统治的 就是没有 罗马法的基础也没有了 当然可能有些基督教的基础 是吧 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法官 他怎么办呢 他就 组成了陪圣团 后来我们看到那个陪圣团 大家印象特别深刻 是吧 英美那种法政篇 他就是陪圣团 给大家的印象深刻 就搞了一个陪圣团 因为当时 司法手段是非常落后的 或者是非常有限的 在当时 一般来讲 比如说判一个案子 就是 就是 到底这人偷命这个东西 或者这人 这个 是不是 这个 抢了这家的地 不知道的 那就审判 审判就很多 就是 其中一种就是决斗 决斗也是审判 什么意思就是 谁打赢了就是上天帮助我的 就是大家知道西方的很多想法 我打赢了那不是我多棒是上天帮助我的 那肯定是你有问题 我赢了 那么那还有把人怎么拿烙铁烙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都有 就是 大家知道当时的背景是这个背景 而当时 那宋代已经非常发达了 中国 大家知道宋词的《喜源录》 那就是怎么去判断 就是 那个司法体系跟英国那远远 领先很多很多了 是吧 就是事实上第一本 《法医专注》 《喜源录》是第一本 不说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是组成了陪训团 这个就非常重要 这陪训团跟现在的陪训团还不太一样 这个陪训团就是 这个陪训团就是 他们来咨询的 就是说 比如两家因为一块地 有争执 是吧 他就会找十二个人来 然后说 哎呀 这谁的地 你们花不点意见 当然这是周边的人了 那么实际上就 就会大家发表意见 这是谁家的地 谁家的地 是吧 那么再有呢就是 这个 他就一直问说 哎呀 以前你们这点碰到这种争议 是怎么解决的呀 然后他们就会说 如此这般 如此这般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请教当地人本地的习惯和习俗 然后他们怎么办 他们就请教了以后 就根据当地人的习惯习俗去判这个案 但是这个时候 虽然是习惯和习俗 但是这个习惯和习俗所内涵的规则 应用到了房室法庭 所以就叫普通法 这是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看 为什么说普通法是从习惯法到普通法 它完全是根据习惯来判案 所以叫这个普通法 那么 然后呢 因为他们都是房室法庭 这是徐徐徐徐法庭 所以每年都要回到伦敦 威斯敏斯特 那个地区 现在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英国议会 还有英国王室法院在那个地方 就相当 回去就相当 类似于集训呀 或者是经验接触会 他就 各地的这些法官就互相交流 就说 我这有什么案子 我如此这般判 这个判的结果怎么样 每年都是这样 然后这样就慢慢就形成了 这个普通法体系 就是它就会提前出一些共同的规则 这是这个普通法就逐渐形成了 那么形成以后呢 这个就其实大家就知道这个结果 就是普通法就战胜了 就是王室法庭它就比领主法庭就更为优越 它就更为公正 那么更多人就更愿意到王室法庭来打官司 而不是到领主法庭 所以这就是普通话的历史 而当然了作为威廉大公的后代 就是英国 大家知道从理论上来讲 现在英国国王也是威廉大公后代 虽然生理上不是 当然在法庭上是 概念上是 就是它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么也和它的这个普通法的形成 和王室法庭的这个成功 和这个英王室建立的一套英国统一的 英国统一的司法制度是有关系的 是吧 这是这个 那么当然在这个 这个普通法的形成过程中呢 应该说有很多 英国有很多杰出人物 就是由于他们的存在 由于他们的坚持 英国的这个普通法才发展起来 并且坚持下来 那么一个谈就是格莱威尔 就是最开始创立普通法体系 那么这个人 那么这个他有一本书呢 叫《论英格兰王国的法律习惯》 那么应该说这是最早的普通法体系 这个人他肯定是个法学家 其实他也精通这个龙马法 就是他俗读这个扎士丁尼的这个法律进阶 就是这都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律读物 但是他创立的这套这个普通法体系 那么还有一个人呢 叫弗蒂斯丘 那么他这个是这个15世纪的一个 也是一个法学家 但是他也是一个就是在英国政府高位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所以他这个有一本书叫 《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治》 那么其中是好几篇文章 其中一篇呢叫《英格兰法律里赛》 那么这个呢上是给当时的英国的王子 教英国法的时候的这么一个文献 那么其实这里头呢就是 这个就是在解释 就是这里进行反映出来这种 他对普通法优越性的那种肯定 就是这很重要 那么为什么说要讲这一点呢 是因为那么英国是面临着欧洲大陆的 所以欧洲大陆是有罗马法的 所以他要跟王子说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话比罗马法还要好 然后他就说 普通话直根于其中的习俗 罗马法 威尼斯法和基督教法 都没有如此不老之历史根气 如此说来 英国人的习惯法不仅是好的 而且是最优秀的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讲法 就是所谓这个古老的这样一个概念 为什么古老是好的 在中国好像我们近代来说 古老是不好的 为什么古老是好的呢 当然按照我们这个逻辑就是好 因为一个习俗它越古老越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如果不好 它就不可能古老 因为它就会在发展过程中就被淘汰掉了 很多习俗是不好的 不能说习俗都是好的 因为习俗有坏的东西 是吧 但如果实行了几千年 大家都遵循它 那你说这习俗是坏的吗 是吧 就是它是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还有一个人叫黑尔 这个黑尔呢 写了一本叫英格兰普通法史 然后他主要是在强调一点什么 他就讲 他就说 这个 为什么这个普通法好 是因为这个好到了 任何征服者是不能改变它 所以 他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谁了呢 讲到那个 说为什么威廉大公 就是攻入英国以后 因为我们讲这个 现在这个英国史一般都是威廉大公以后 他是征服者呀 但是为什么征服者不能把我们原来的法律给灭掉呢 他就讲这个问题 其实征服者也不能把原来的法律 原来的习俗灭掉 是因为原来习俗是 这个本地人民已经习惯了的 大家遵从的东西 你要灭掉它可以 但是你的统治成本会非常高 所以其实它也是不能灭掉 不是说你武力征服的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 它的原来的法律就可以让你随便灭掉 这个想法是很错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人叫科克 爱德华科克 这个人是伊丽莎白一世 和到后来是詹姆士二世吧 就是前后这两个